曾经那晚 树妹自荐整席 要给我夫君作妾 我半点没慌 倒是我千挑万选的夫君慌了 她一脚踢飞树妹 救你 狗都不要 看见我 又开始哭唧唧 娘子 我大约能猜到 苏盈会做什么 因为上一世 她也是在我大婚之夜 穿着一袭薄纱裙 泪眼朦胧的拦住正要回心房的萧云 开始自荐整席 我知道这样做不对 但是我心仪殿下 只要能待在殿下身边 我甘愿作妾 倒不是她有多爱萧云 只是喜欢抢我的东西罢了 上一世 萧云就没能抵住诱惑 新婚之夜与她私混在一起 后来更是要修我 扶她为正妃 重活一世 即便我为了避开她 换了一个人嫁 她仍是故技重施 想要爬上萧顺的床 她拦住萧顺的时候 我就在不远处的假山后 看着她朝萧顺走进一步 泪光盈盈对萧顺道 我不求名分 哪怕是妾 哪怕只能做伺候您的下人 我也愿意 她确实生的美 若单论长相 确实是我苏家最初挑的一个 尤其这副楚楚可怜的模样 几乎没有哪一个正常男人不会心软 但萧顺怎么可能是正常男人 她可是我千挑万选 整个大梁里最不可能中美人计的男人 萧顺 当今圣上的第六子 也是迄今为止 唯一一个被封为亲王的皇子 房间传闻她喜怒无常 暴虐成性 面如罗沙 不敬女色 甚至曾经将爬上她床的小宫女 亲手打成了残废 诚然 房间传闻可信度不高 但满朝大臣 愣是没有一个 敢把自己的女儿嫁给她 但我不一样 我是唯一一个想方设法嫁给她的人 不为其他 就因为那一句把宫女打成残废 苏盈在一次对萧顺表明心计的时候 我就躲在假山后 边吃着包好的瓜子人 边压低声音 小声问身后的翠平 你说 苏盈对上萧顺 最后哪个会赢 我纯粹是为了看戏 这种不用钱便能看到的大戏 可不多 翠平没回答 只默默的往我手里 又塞了一把瓜子人 小声吐槽 好歹是姑爷 您真是心大 有什么心大不心大的 苏盈若是在萧顺那儿吃饼 自然皆大欢喜 她若是成功 我就牺牲牲牲自己 当一次棒打鸳鸯的棒子就是了 我人都在这儿处着了 难不成还会像上一世那般 蠢到第二日他们事后 还为了苏家的颜面 替苏盈求侧妃之位吗 自然 我不可能那么蠢 也相信自己的眼光 于是 我又压低了声音道 咱们赌二两银子 我赌萧顺不会上钩 翠平显然是个没情调的 不愿意同我赌 但并不妨碍我自己同自己赌 我打定主意 如果苏盈还能像上一世那般得逞 我明天二话不说 请止合理 直接将正非头衔让给他 找个地方养老 乐度余生 如果蕭顺抗住了诱惑 我就勉为其难 将上一世受到的委屈 好好精算精算 这么想着 我便饶有兴致的 将目光落在湖畔那二人身上 不得不说 传闻真的有事偏颇了 这蕭顺是长得真不错 或许是继承了他母妃的西域血统 他的眉眼 比我大梁男子要深邃许多 一袭大红喜袍的他 在朦胧的月光中 像是下凡的仙人 离得远 我看不清他的表情 只能看见他眼睛直勾勾的盯着苏盈 而苏盈也面带喜色 嘴上说着深情表白的话 缓缓朝他贴近 两人之间的距离越来越短 几乎都要贴到一起去了 身后的翠平忍不住小声提醒 小姐 你要输了 我却丝毫不急 回头拿手跟他比 慌什么 不是还有一点距离吗 还没亲上呢 我的话音刚落 忽然听见扑通一声 紧接着就是一声 惊天地气鬼神的鬼啊 望着满后院上 蹿下跳的萧顺 和湖中苦苦挣扎的苏盈 我微愣 问翠平 我错过了什么 翠平面无表情 哦 您错过了姑爷将二小姐 踹进湖里的好戏 萧顺的呼声很大 几乎片刻便引来一群吓人 人意多 我这巴掌大的地方 根本藏不住人 就连萧顺都瞧见了我 一咕噜跑过来 他像看见救星似的 抱着我的脖子就开始号 快快快 有鬼 有一个和你长得很像的女鬼 我 总感觉 哪里和想象中的不一样 我贝勒的有些喘不过气 拍拍他的手 好不容易他才明白我的意图 放开我的脖子 可即便放开了 却还是抓着我的胳膊 不敢撒手 他大约是真的怕 嘴唇都下白了 可怜巴巴地道 我害怕 我 感觉和想象中的萧顺 更不一样了 那委屈巴巴的模样 和我小时候养的那只一受到惊吓 就要躲在我脚边的大黄 简直一模一样 我一个没忍住 就将手伸了出去 摸头安抚 放心放心 不是鬼 是我树妹 还是翠平凑过来小声提醒 我才反应过来 我是反应过来了 萧顺却还没有 他只沉浸在我说的那句话里 然后反问我 你树妹 他说这话的时候 眼睛微瞪 好看的眉头紧紧皱在一起 让我忍不住心声感叹 如果不是那些传闻 他大约会是金钟贵女们 梦寐以求的郎君模样吧 奈何 他长嘴了 果然 刚感叹完 他就不负我望的跳了出来 指着湖中的苏盈就开骂 你大爷的 大半夜的装神弄鬼 活跃了是吧 骂完了 他又转头可怜兮兮的问我 他脑子是不是有毛病 看着一众习以为常的王府吓人 我终于明白 萧顺那些传闻 是从哪里来的了 就在我震惊的这一小惠儿功夫 下人已经将苏盈捞了上来 王府的管家 甚至还好心的让人给了他一条被子 萧顺应该是气急了 还在叫嚣着要杀苏盈 还是管家上来劝 王爷 今日是您和王妃的大喜之日 不一见血 这句话像是给萧顺失了定申数似的 他甚至还有半句话噎在喉咙里 就这么呆呆的 缓缓回头问我 真的 我点头 大概吧 他一瞬间就泄了气 表情既委屈 又懊恼 好一会儿 财皱眉不耐烦地道 赶紧将这个糟心玩意儿拉走 糟心玩意儿 我将目光落在裹着被子的苏盈身上 嗯 形容的确实不错 的确挺糟心的 我自然没让人送苏盈 而是让人去苏府换人 大半夜 一个衣衫不整的未婚女子 用于王府的马车送回苏府 明日指不定传成什么样 说不定黑的传成白的 还能碎了苏盈的院 苏承运和七世来的时候 苏盈还在哭 只是哭的地方 从后院换到了前厅 和苏盈一样 七世还未进门 远远看见苏盈跪在地上 就开始抹眼泪 苏承运倒还沉得住气 看了苏盈一眼 没问他 反而皱眉问我 这是怎么回事 我还没说话 苏盈倒是开口了 他扯了扯苏承运的衣袖 细声细气地道 都是我 不怪王爷 爹爹 您别问了 我们回家好不好 他说完了 又泪眼朦胧的看萧顺一眼 然后才飞快挪开目光 活多拖的就是像一个被人玷污 却还要顾及对方颜面的可怜女子 瞧他这副模样 七世哪能同意 他也聪明 不敢质问萧顺 只泪眼朦胧的质问我 苏将 你身为银儿的姐姐 怎能纵容自己夫君欺辱自己的妹妹呢 萧顺这个暴脾气 半点都忍不住 狠狠一拍案几 又是一阵破口大骂 我对着她的肩膀又是一顿拍 好不容易才劝住 苏盈大抵不知道 我在甲山后面看了全过程 仍在顺着七世的话眼 母亲 您别说了 都是我不好 为了让人误会 她向来喜欢用这种主动示弱 又一句话只说半截的方法 让人去猜 诚然 这种方法确实有用 上辈子 我可没少吃暗亏 但有些亏 吃一次就够了 看着眼前等着要说法的一家三口 我忍不住缓缓勾唇 换了个舒服的坐姿 哦 你们说 是我家王爷欺负他 怎么 要不要我让王爷纳了他 让他竟与王府当个妾啊 妾是两个字一出 七世的脸色立马就变了 他瞪大眼睛 像是不敢置事的指着我 拟了半天 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 就连苏承韵的脸色 也好看不到哪儿去 因为妾这个字 一直都是他们梗在喉咙的一根刺 当年苏承韵为了仕途 抛弃七世求取我娘 仕途通顺后 却又对七世念念不忘 后来他更是在我娘身怀六甲的时候 与七世诛他暗结 趁我外祖一家征战在外 无人替我娘撑腰 要娶七世做平妻 我娘不是什么软柿子 以苏家名声一通劝解 成功打消了苏承韵 娶平妻的心思 但七世已经怀了苏承韵的孩子 最终还是被纳进了府中 做了妾 或许是这个原因 苏承韵对七世母女二人百般宠溺 明明我是嫡女 吃穿用度 却样样不如苏盈 即便这样 苏盈还认为 是我和我娘 抢了属于他们母女二人的东西 因此 这么多年来 他处处都想争我一头 我这个人懒 上一世虽然知道这些 但不愿费神去计较 甚至在苏盈爬上 萧允床的第二天 为了避免他来找我麻烦 还直接提议 让萧允抬他做侧妃 可他为了争宠 还是买通下人 日日往我的吃食中 掺臂子药 而苏承韵知道后 竟只要轻飘飘的一句 没有子嗣又有什么关系 左右你妹妹能生 你是郑飞 将来她的孩子 不也得换你一生母亲吗 你将那孩子当你亲生的来藤就行了 明明是同一个父亲 却能如此偏心 确实挺可笑 果然 这一次 她仍是不由分说选择维护苏盈 指着我的鼻子骂 她是你的亲妹妹 你怎么能让她作妾 我们苏家自问带你不薄 怎么养了你这个没良心的东西 我挑眉看她 你们苏家 您不说 我还以为我姓宋呢 她似乎也意识到自己说错了话 脸色微变 却还是耿着脖子道 这么些年 我自问带你不薄 带我不薄 我直接气笑了 出声打断她的话 我娘才刚去世 就将年幼的我赶出主院 住进柴房 是带我不薄 寒冬腊月 连下人都有烫火 我却只能素衣欲寒 是带我不薄 我外祖不远千里 托人带给我的钱财 你问也不问 就占为己有 替你的妾室和好女儿 置半细软 这也是带我不薄 你说你带我不薄 是问 我十岁那年重病快死的时候 你有来看过我一眼吗 今日我大婚的嫁妆 你有添置过一件吗 我是不是还要谢谢你 施舍我一口吃的 没让我饿死啊 看着他们三人渐渐铁青的脸色 我的心情终于畅快了些 忍不住勾唇 哦 对了 给我家王爷作妾 可不是我说的 是你们身后的好女儿 自见整齐时 亲口说的 苏盈大抵是没料到 我竟然听见了她的话 我的话一出 她下意识要反驳 我没 然而她反驳的话还没出口 我身边的肖顺就开始附和 大半夜穿的跟女鬼似的 还想给本王作妾 呸 狗都不要 她的声音不大 但在场的所有人都听见了 苏承运和七世的表情很精彩 脸红一阵白一阵 苏盈更是猛的一阵 整个人直接僵住 似乎直到此时 她才意识到 肖顺和那些吹捧垂涎 她的男人不一样 不是她巧笑几句 勾勾手指 就可以呼之急来的 瞧她这副模样 苏承运和七世大概也明白过来 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方才还气势汹汹 一副要拿我是问的架势 这会儿都成了聚嘴的葫芦 七世和苏盈一个抽抽叶叶的哭 一个闷头流泪 只有苏承运 沉默了一会儿 忽然软下了语气 对肖顺道 今日虽然是小女鲁莽 但她在泥府上落水 被人看了身子 王爷怎么着 也要给一个说法吧 又呵 这是强赶着要让肖顺负责了 这种情况 正常只要肖顺咬死不认 苏承运为了苏盈的颜面 也不会大肆宣扬出去 更拿肖顺没办法 可显然 肖顺并不正常 只见她皱眉看苏承运一眼 突然起身走过去 不等众人反应 刷的一下就拉开苏承运的衣裳 动作迅速 毫不拖泥带水 等人反应过来的时候 苏承运已经露出半个白花花的胸膛了 屋中惊叫一片 只有肖顺无辜耸肩 我也看了你 不如我也纳你作妾 苏承运都要气疯了 指着肖顺的鼻子 想骂又不敢骂 只能指着我 咬牙切齿的威胁 不许将今日知识传出去 坏了苏盈的名声 然后拉着七世和苏盈匆匆离开 苏承运活到这个年纪 应该从来没有吃过这种亏 一想起他人都要气傻了的表情 我的心情就大好 一个没忍住 又摸了摸消顺的脑袋 夸奖 做得好 他明明方才撕苏承运的衣裳 都能面不改色 这会儿倒是才反应过来似的 渐渐红了脸 他一双眼睛湿漉漉的盯着我 满脸期待的问 我真做得好 那表情 就差把再夸夸我几个字写在脸上 我心中未养 竟莫名觉得 这个比我高出一个头的大男人有点可爱 然后 情不自禁点头 嗯 做得好 文言 他的眼睛忽然一亮 也不知道他的思维是如何跳跃的 他忽然上前一步 捞过我的手捧住 放心 他们对你不好 我对你好 以后就把这儿当自己家 想要什么 只管和我说 看着他郑重认真 不似玩笑的表情 我的心跳竟莫名漏了两拍 果然 传闻起我 肖顺果然说到做到 不到半个月的功夫 便往我房里添置了一堆东西 什么经营首饰 才博不匹 但凡是他看得上的 都塞进了我屋子 只不过 他欣赏这些东西的眼光 确实不怎么样 那些金灿灿的首饰 既浮夸又不实用 还有那些大红大绿的布料 更是看一下都会觉得骚得慌的程度 我劝了好久 才打消他添置东西的行动 不知是不是我的错觉 我总觉得肖顺自大昏大日起 对我就表现的异常热情 仿佛我们已经认识许久了似的 可我十分确定 不管是上一世还是这一世 我们除了在宴席上匆匆见过几次面以外 几乎都没什么交集 我有些疑心 难不成我重生一次 还失去了什么记忆 还没想出个所以然 房间渐渐兴起了一股传言 自然传出去的 不是苏盈自见诊席 而是我骄纵跋扈 大婚之日 与苏承运断绝妇女关系的消息 苏盈有许多归宗密友 都是苏承运朝中同僚家的千金 意料之中 没几日 我便收到宫里来的口头斥责和禁足 我还好 没什么感觉 反而是肖顺 人都要气疯了似的 来来回回往宫里跑了好几趟 听说 他在狱前撒泼打混 皇上被他闹得甚是头疼 实在没有法子 才不得不解除我的禁足 我很是意外 也终于没忍住 在饭桌上拦住他问 咱们俩以前是不是见过 这个问题不难回答 可他却像是被雷劈中了一般 整个人忽然愣住 就连夹在筷子上的肉 都重新掉回了碗里 他瞪大眼睛看着我 没有回答 而是反问 你忘了 我 我忘记什么了 听见我问 他的筷子又是一顿 眼中飞快闪过一丝情绪 好一会儿 才闷声放下碗筷 你忘了就算了 左右不是什么重要的事 话虽然这么说 可他还是连饭都没吃 留下我一个人 就这么走了 我思来想去 也没想出来 他说的不重要的事是什么 还没想出答案 翠萍道士先给我带来一个好消息 他将书信递给我 低声而语 那位说了 可 我看完 将书信点燃烧了 才缓缓勾起唇角 那咱们 就先送他一份大礼吧 我解除禁足的第二天 房间便悄悄兴起了新的传闻 传闻说 当年苏承韵与妻生恩爱异常 是宋家千金棒打鸳鸯 拆散一段有情人 又说 我之所以和苏家断绝关系 是因为我在苏家本就没有地位 不如苏盈受宠 苏盈才是苏承韵捧在手中的明珠 这一番 宠树灭敌的言论 自然引起部分大臣不满 但清官难断家务事 就算已经闹到了狱前 皇上也只是斥责几句罢了 传闻盛传的第五日 我让翠萍替怀王肖允和苏盈制造了一场偶遇 不出所料 仅仅数日之后 肖允便三枚六聘 上诉加求取 对于我的行为 翠萍难得露出些不满的情绪 明明她造谣诋毁您 您为什么还要替她谋这么好的姻缘 她问这话的时候 我正躺在摇椅上 闭着眼睛纳凉 谁说 就一定是好姻缘呢 上一世 肖允大婚之日 和苏盈塑在一起 知道苏承运真正宠爱的是苏盈后 肖允为了拉拢苏承运 更是默许了她那些 施在我身上的见不得光的小手段 后来 她甚至利用我 设计灭了我母族宋氏一门 然后一杯毒酒要了我的命 直到现在 我都还记得上一世死前 她将毒酒灌进我嘴里的情形 她说 苏匠 你以为苏盈的所作所为 我不知道吗 要不是看你还有点用处 像你这般丝毫不解风情的女人 本王根本就不会去 则 杀人诛心 莫过于此 虽然迄今为止 我还没想明白 自己究竟为什么会重活一世 但丝毫不影响我清算上一世的那些恩怨 想到这儿 我忍不住感叹 两条蚂蚱绑在一条绳子上 一闸闸一串 省事啊 萧允和苏盈大婚 比我预期的还要早些 和上一世 我同他成亲的时间相差不多 他们婚礼之后没多久 朝中就发生了一件大事 南玉县因接连大雨造成洪灾 淹死了数百人 这是天子继位以来 第一次遇到如此严重的灾害 上一世 洪灾出现之后 朝堂之上 以苏承运为首的几位大臣 便请命让天子派雍王萧绝前去赈灾 雍王这一去 便再没能回来 现在想来 在一众皇子中 萧绝的能力最为出众 萧云想谋太子之位 萧绝的死 应该少不了他的手笔 然而这一世 南玉县灾情还未传入京城 萧绝就病了 他缠绵病塌数十日 萧顺和他感情好 还带着药材上门瞧过一两次 果然 这一次朝堂之上 再没了让皇子震灾的声音 而皇上听了谏言 封苏承运为钦差 前去南玉县震灾 他到的时候 洪水虽然已经退了 但瘟疫开始横行 频频有报名趁机作乱 这些消息时不时传入京城 令京中的氛围愈发紧张 苏承运赈灾的好消息 还没传回来 转眼却到了皇后的寿臣 皇后信佛 前有灾情未平 她本无心办寿臣宴 但不知出于何种目的 苏盈竟提议 趁这次寿臣宴 让朝臣们捐赢筹款 作为赈灾款送往南玉县 提议是个好提议 不出意外 帝后也答应了下来 寿宴那日 南眷席设在穷之殿内 而女眷席 则设在御花园里 我与萧顺分开 刚到御花园 就看见两个月没见的苏盈 她满面春风 正活一众贵女谈笑风声 那群贵女看见我 开始窃窃私语 就是她 大婚之日 和你父亲绝关系的那个 也不知道 与王殿下是哪根筋打错了 瞧上这等不肖之人 苏盈自然也看见了我 不知对那群贵女们说了句什么 起身盈盈朝我走来 她亲热要来拉我 甜甜换我 姐姐 我和她的关心的关系 自然没好到这个地步 有上一世的前车之鉴 我也知道 她安的是什么心思 于是不动声色的朝她扯了下唇角 哟 这不是怀王妃吗 真巧 我将手故意藏在衣袖里 她没牵住 只能拉住我的手腕 姐姐怎么如此身份 咱们是一家人 难不成当真要离了心吗 明明说着亲热的话 但在旁人看不见的角度 她的表情却微微一变 透出一股字音很近 甚至特意用旁人听不见的声音小声挑衅 苏将 别以为离了苏家你就能享福了 你的东西 我都会抢过来的 说完 便猛的一拉我的手臂 惊叫一声往后再去 苏盈小铲了 而且在旁人眼里 是我推的她 上一世 苏盈这一招让我猝不及防 吃了个大亏 这一世 看着她故技重施 看着那一众贵女 同上一世那般 纷纷在皇后面前 作证指责我的时候 我便觉得好笑 我这么想 也当真笑出了声 母后 你看她 都这个时候了 还不知悔改 说话的是长公主萧婉宁 上一世 苏盈针对我的时候 她没少帮腔 但皇后却并没有顺着她的话下定论 而是抬眼看我 问 她们说的 可是真的 我恭敬行了一礼 才道 娘娘 凡是讲求证据 诸位都说是我推的怀王妃 可拿得出证据 肖婉宁和一众贵女 大抵是没见过我这般不要脸的人 她们纷纷一份填膺道 我看见了 我也看见了 就连小产的苏盈 也忍着疼 被人搀扶着从后店出来 泪眼盈盈质问我 姐姐 你我姐妹一场 为何要害我的孩子 苏盈捂着小腹 一副渲染玉气的模样 嫩得惹人怜惜 她会演 我也会 我微微醋眉 轻声叹了一口气 才悠悠道 都说了 凡是讲求证据 你说是我推你 就得拿出我推你的证据 苏盈眼眶通红 姐姐这是什么话 依你的意思 我还会害肚子里的黄丝不成 我 谁说的准呢 我这一句略显嚣张的话 明显让她气血不顺 她的身子摇晃了两下 几乎站不稳 好不容易被人扶住了 又强撑着跪倒在地 声泪俱下的求皇后 求母后替我喂出事的孩子做主 皇后能稳坐后喂输十年 这种情况 她自然不会偏信 更不会着急下结论 她将目光落在我身上 缓缓开口 他们都说看见了 自然是人证 你说不是你 可有证据 我等的就是这句话 自然有 我望向苏盈 轻声问 你说是我推你 我想请问 我用的是哪只手推的你 我气定神闲 丝毫不慌的模样 苏盈明显有些慌了 但她还是下意识到 右手 右手 我轻笑着 将一直藏在衣袖中的手 暴露在众人面前 挑眉问苏盈 怀王妃到时说一说 我用这样的一只手推你 你的衣服上为什么连个手印都没有 此时 我原本白皙光洁的手掌之上 满是被烫伤的水泡 肿得不成样子 上面敷着一层黄褐色的药粉 时不时有浓水渗出 不过轻轻捧了一下 衣袖上便留下一个清晰可见的 合着黄褐色药粉的携手印 这些个贵女们哪见过这种的画面 顿时有人干呕 有人倒吸凉气 我将手缓缓收回藏在袖子里 向皇后解释 我前两日不小心烫伤 大夫说 烫伤不能包扎 我就是怕这副模样冲撞了贵人 因此才一直藏着 说着 又望向苏盈 学着她的模样 装作委屈道 也不知道怀王妃 为什么要如此污蔑我 苏盈没料到会是这样的情况 大概也是真的慌了 竟结结巴巴道 不 不是 姐姐用的是左手 是 是我记错了 哦 左手 我挑眉 伸出与右手情况一模一样的左手 反问她 你接下来该不会说 我没有用手 就推了你吧 在座的贵女 皆出自名门贵族 深宅大院里的那些烟渣室 早就见的多了 更何况是身居后宫的皇后 几乎不用我解释 大家都明白了过来 皇后历来不喜这些勾心斗角的把戏 只说了句交由宗人辅查 便草草结束这场闹剧 撒了宴席 出宫的时候 南眷席上的萧顺 已经听说了这件事 她五官都要皱在一起去了 说话还是没个把门 那个鬼一样的丑女人 是脑子烧坏了 还是往墨缸里泡过啊 心思也太恶毒了 要我说 就应该把她塞回娘胎里 好好回炉重造重造 她这么护着我 虽然我很感动 但还是忍住不想问 你这些粗话 都是跟谁学的 她脱口而出 名阳侯家的小侯爷啊 怎么了 哦 京中出了名的 爱混纪市井的顽固子弟 难怪 萧顺丝毫没意识到 自己的话会不会不妥 还在喋喋不休 怎么一进宫就遇到 这倒霉破事 这皇宫可能和你八字不合 以后咱们不来了 这哪是能说不来就不来的 我知道她说这些话 是想哄我 也觉得 她此时气鼓鼓的模样 甚是可爱 正想调侃她两句 马车却输地停下 驾车的小思小声提醒 王爷王妃 是怀王殿下 萧顺明显不喜欢萧允 不耐烦甩手 快走 快走 当没看见 她想走 萧允可不给机会 六弟 容我与与王妃说句话 她话音一落 萧顺头上的晶晶便跳了一跳 我的王妃 你想和她说话就让你说吗 做梦 要不是我拦着 她怕是要直接冲出去 给萧允一拳 对于萧允这个糟心玩意儿 我实在没什么好同她说的 上一世 她为我独久的情景还历历在目 我怕一看见那张令人作呕的脸 就忍不住直接提刀杀了她 于是隔着车帘冷声道 怀王殿下 若是没有什么重要的事 还是不说为好 我怕我家王爷误会 这句话 既是拒绝萧允 也是安抚萧顺 果然 我的话一出口 萧顺的表情便肉眼可见的柔和下来 甚至还咧开嘴 嘿嘿傻笑两声 一股子憨尽 我话说的直白 萧允也没有强求 只是轻笑一声 哦 看来六弟真是娶了一个好心腹 我也笑 一语双关 比不得你 心腹更好 苏银谋害黄四 用黄四嫁祸我的这个案子 虽然交由宗人府查办 但此时可大可小 苏承运是首府 又是金差 在外替天子赈灾 如果赈灾有功 萧云也不再追究 这件事便能大事化小 不仅是我 苏银和七世也知道这个道理 于是在苏银被押进宗人府的第二日一早 便有一匹快马 由苏府飞奔出了城 但我太了解苏承运这个人了 他为人贪婪 当年为了往上爬 不惜抛弃和自己有白手之约的七世 未官数年 暗中收到的贿赂 也不知反几 此次他揣着那么多赈灾营 怎么可能无动于衷 丝毫不动心 果然 七世和苏银的求救信还没送出去 皇上便收到一封来自南域县的血书 书中说 有百姓在河岸上 发现原本应该用条石和石灰修筑的堤坝 变成了流沙 百姓到县衙击鼓要求彻查 却被苏承运当成暴民镇压 洪灾之后虽瘟疫不断 但苏承运非但不救助百姓 反而将初期感染 尚有一线生机的百姓送进一村 一把火烧了 大火之下 哭声惊天动地 死得全是大梁的子民 书中一桩桩 一件件 庆竹南书 字字气血 送信来的告密者甚至说 像他那样的带着血书 不远间里上京的人有很多 但都被苏承运捉住 禁属杀了 而那人在将血书送出后 也死在了皇宫门口 诚然 那书中所言 有血染的成分 但皇上还是暴怒 将此事交由大理寺彻查 大理寺查案很迅速 苏承运赠灾还没回京 他那些贪污和罔顾人命的罪证 便悉数摆在了天子的龙岸上 前后不过三天 苏盈谋害皇寺 企图利用腹中孩子嫁祸我的真相 便被还原的一清二楚 甚至还牵扯出 他与苏扶门生私定终身 诛他案结 我大婚之日 利用密药和和香 意图勾引萧顺的案子 翠萍将这些消息带回来的时候 萧顺正在我面前指天发誓 但是就算我中了那个叫什么什么的香 我也不可能被他勾引的 这我自然知道 毕竟没有哪个男人会把美人错认成女鬼 也没有哪个男人能把一个衣衫半漏 主动投怀送抱的女子 一脚踢进湖里 看着神情认真 生怕我误会 不停解释的萧顺 我没有来地 心情甚好 或许是近来相处的多了 我越发觉得 他和传闻中很不一样 大概因为他母亲是西域进贡的美人 他身份特殊 所以就算受宠 他也自小就不在天子的太子人选考虑之列 也许正是因为没人教他帝王之术和正事 才造就他如今随心随性的性子 对于他这副随心的性子 我丝毫不觉得反感 尤其在他明明生气 却还是皱眉 一脸担忧的问我苏家这一岛 会不会连累你 时我瞬间失效 也越发觉得自己似乎没嫁错人 放心 我温身安抚 我不会有事 毕竟我大婚当日就和苏家断了关系 不是吗 苏盈大概没想到 他那些诋毁我的谣言 会在这个时候 让我省去不少麻烦 我也没想到 原以为苏盈只是单纯的想抢我的东西 可他竟还有语言思通这一条 难怪他会如此铤而走险 选择在我大婚之日冒险 宗人府的大门 一如上一世我见到的那般森严 上一世 我被苏盈诬陷谋害黄寺 在这儿被折磨得去了半条命时 他曾来看我 那时候 他平退众人 脸上挂着胜利者一般的笑容 居高临下的看我 言喻轻蔑 苏将 你是正非又怎样 还不是像狗一样 被关在这里 他说 没错 我就是故意陷害你 可是怎么办 你没有证据 如今 换我来看他 我原本也想像上一世他嘲讽我那般 好好出一口恶气 但看着他毫无血色的脸 我却突然发现 有些索然无味 倒是他 瞧见我 像是见到了不共戴天的仇人似的 目自欲裂的朝我吼 苏将 都是你 是你把我害成这样的 凭什么 你的一切明明应该是我的 你娘的正妻之位 你的嫡女之位 还有你的一切 原本统统应该是我的 我只是想拿回属于我的东西而已 这番话 我上一世死前 他也来同我说过 只不过上一世 他有苏承韵撑腰 又正直 萧允恩宠 满面春风 完全不似现在这般 形如丰富 我皱眉摇头 则 可怜 大概他宁愿被我嘲笑 也不愿从我嘴里听见这两个字 竟当真发了风一般 朝我扑来 想要掐我脖子 然而就在这时 身后的房门突然被人一脚踢开 你要闹到什么时候 听见萧允的声音 苏盈顿时像被雷劈中一般 猛的一正 将在原地 萧允带着毒酒和白铃来 我丝毫不意外 天家言面向来不容侵犯 苏盈与人私通 还设计勾引皇子 成功嫁入皇室 无异于在天家的脸上 甩了一团墨点子 萧允这个人向来如此 为达木帝不择手段 但身边也不留无用之人 苏家要倒了 苏盈也绝无活路 这是我重生以来 第一次见到他 他的容貌和上一世相比 没什么变化 还是让人看了 忍不住想揍一顿 看见我 他的眸子中 飞快的闪过一丝情绪 然后面无表情的 将目光落在苏盈身上 苏盈虽然傻 但没傻到 看见毒酒和白铃 还不明白状况 面对死亡 他终于知道害怕了 一个劲的求饶 直到我出了宗人府 都还能听见 他凄厉的叫喊声 萧允追出来的时候 苏盈的咒骂声还没停 翠平难得感叹一句 就由自取 话音才刚落下 我便听见萧允的声音 等等 我并不想等 但奈何他的脚乘快 三两步便走到我前头 拦住我的去路 虽然不耐烦 但现在没到和他撕破脸的时候 我只能朝他扯扯唇角 怀王殿下可还有事 萧允没说话 定定的望着我 一双眸中 情绪不明 好一会儿 才听他问 苏将 我们是不是在哪见过 他这句话问得突兀 令我有些诧异 怀王殿下何出此言 萧允的目光仍旧落在我身上 只是觉得你很眼熟罢了 我实在不乐意同他在大街上这般闲聊 后退一步拉开距离 京中宴会多 见过一两面并不稀奇 还有 为全礼数 请怀王殿下换我一生与王妃 或者弟妹 我说完这句也不看他的反应 带着翠平便上了马车 但即便离开一段距离 隔着车就 还是能感觉到他如刀一般的视线 那个眼神 我再熟悉不过 上一世 他诶骗我代假圣旨前赴边境 送我离京时 就是这样一副表情看着我 一想到因为那张假圣旨 外祖父背负罪臣骂名被斩首 我的额头便秃秃跳两下 心中忍不住暗暗盘算 如今苏赢一死 苏承运再怎么挣扎 也翻不出什么花来 苏家一倒 朝上的风向立马就会变 那些和苏家一起暗暗拥 萧允的那些大臣 也会渐渐消停了下来 就连萧允 势必也会安静许多 他倒是想韬光养晦 徐徐图谋 但我怎么可能让他如愿 他不动 逼他动不就好了 想到这儿 我轻轻揉揉额角 吩咐翠平 传信给那位 计划提前吧 入秋的时候 驻守蓝玉关的将领 发现羌国在边境悄悄急剧士兵 起番交战之下 他们在迪江的军营中 发现了印着怀王萧允印件的书信 这个消息一传入京城 满朝哗然 自然 书信是假的 因为那封书信上的印件 是我按照上一世记忆里的文样 他印下来的 虽然那封信是假的 但萧云与枪国大皇子之间 这几年一直在秘密联系 却是真的 派去枪国的使臣 不过刚表明来意 枪国大皇子便主动将那些来往的信件交了出来 毕竟 比起和大梁皇子合作 谋不知道能不能稳定的利益 大梁内乱时 他们更乐意踩上一脚 脚乱一池浑水 坐收余力 证据传入京城 皇上还未做出裁决 便弃晕了过去 而萧云这时候 竟趁乱逃了 正值中秋佳节 皇上昏迷不醒 怀王逃逆不知所踪 整个京城 人心惶惶 只有萧顺这个没什么复杂心思的人 还要闹着 拉我去逛一年一度的中秋夜市 我拗不过 只得陪他同去 朝堂之上腥风血雨 民间百姓倒没受到什么影响 夜市办得热闹极了 人也是熙熙攘攘 看不清前路 人太多了 我原本是怕走散 才拉住萧顺的衣袖 但不曾想 下一瞬 就被他宽大温热的手掌包裹住 他指着不远处一个卖糖葫芦的小摊问我 那个瞧着不错 咱们去买一串吧 但说话的语气 却一点都不像平日里那般 靠得近了 我甚至还能感觉到 他牵着我的这只手 从手腕到手臂都是僵硬的 我觉得有些好笑 虽然曾经这么久 不知是何原因 他一直为找我原房 但明明是个皇子 成年之后应该有好些通房婢女才对 他却还像个头一次牵女子手的愣头亲似的 这么想着 我忍不住轻笑出声 点头道 好 你喜欢的话 咱们多买几串 也不知道这句话 是戳中了他哪一根筋 他的身体微微一僵 猛地松开我的手 好 你在旁边等我 我去买 然后红着耳朵 同手同脚 朝堂葫芦摊贩走去 我想提醒他 但还未喊出口 面前就缓过一个人影 遮挡住了视线 紧接着 我的口鼻突然被人捂住 脱梗处更是被人重重一击 根本来不及反应 便眼前一黑 彻底失去意识 醒来的时候 我的手脚是被绑住的 眼睛被黑布蒙着 虽然看不见 但是我能听见 除了我 另外一个人的呼吸声 几乎不用猜 就知道是谁 怀王殿下的代客之道 可真是稀奇 被猜到了身份 萧云所幸也不遮掩 摘掉了我眼睛上的黑布 朝我勾唇一笑 没想到与王妃如此聪慧 倒是我小瞧你了 我也朝他笑 没想到怀王殿下手段如此下作 我也小瞧你了 我没表现出害怕 他似乎有些意外 与王妃难道就不好奇 为什么我会找你 我挑没反问 难道怀王殿下 不是想拿我要挟萧顺 逼他助你夺位吗 萧云似乎是被我这个问题逗笑了 他捂着肚子笑了好一会儿 竟突然问我 知道吗 前两日 我突然做了一个梦 我的眼皮不受控制的跳了一下 直觉是的 我突然猜到了他接下来要说的话 果然 下一刻便听他道 我那个梦里 四弟死于震灾暴乱 五弟因私自调兵 被削了拳 而你 则嫁给了我 成为我的正妃 我的心跳猛的漏掉两拍 好一会儿 我才听见自己略微甘涩的声音 不过是个梦而已 难不成怀王殿下 竟还当真了 他没有回答 而是缓缓勾唇 挑眉问我 哦 真的只是梦吗 萧云显然并不认为 那只是一个单纯的梦 他起身慢慢踱步 围着我绕了两圈 起初 我也以为只是一个梦 可他太真实了 真实到我忍不住怀疑 究竟什么是现实 什么是梦 他说着 突然蹲下身 死死盯着我 你知道吗 原本我能登上那个九五之尊之位 但是现在我却只能东躲西藏 沦落至此 我怀疑过四弟 也怀疑过五弟 但是思来想去 却想起 还漏了一个和我梦境里 诡计完全不一样的你 我的心微微发紧 却还是不动声色的问 哦 怀王殿下的梦里 我是什么样的 你 他突然挑唇 伸手轻轻抚上我的脸颊 我的梦里 你可是我的正妃呢 我们恩爱异常 最后携手登上地后之位 我不动声色的朝他挑眉 所以 就因为我嫁给羽王殿下 你便怀疑 是我将你害到这般田地的 他突然挑唇 回答滴水不漏 单凭你 若我猜的没错 你身后还有人吧 他虽然没有正面回答 但我知道 他猜到了 他猜到是我与人在背后联手 缴了他的计划 但他还不确定 我是不是同他一样 知晓前世的诡计 所以 他在试探我 试探我有没有上一世的记忆 原本我还有些紧张 此时知道他捉我的原因 反而松了口气 我挑眉望向他 朝他笑 既然你知道了 捉我来 不会仅仅是让我听你讲 这些悬又悬的故事吧 果然 他文言 迷了迷毛字 哦 那你身后的那人 是四弟 还是五弟 我笑意未减 你猜 萧顺并不傻 只一瞬间 便发现了我的意图 他吃笑一声 问 想拖延时间 等人来救你 见我默认 他竟直接笑出了声 萧顺那个没什么心计的傻子 早就被引到别处去了 你难道还要指望他来救你吗 我也朝他笑 你也说了 我身后是有人的 既然如此 为什么还会认为 我等的人是萧顺 仿佛印证我的话 是的 话音刚落 就听见屋外一阵金歌碰撞之声 紧接着 便响起萧绝的声音 三哥 母后说了 只要坦白一切 他一定会替你向父皇求情 萧绝带人冲进来的时候 萧云的剑已经架在我的脖子上了 他们两人终于撕开虚假的兄弟情谊 冷面对质 萧云冷笑 原来是你啊 四弟和与王妃的关系 什么时候这么好了 他自然不知道 上一世我祖父被斩首之前 曾同我感叹 怀王萧云心胸狭隘 未争储君之位 定然不会放过齐王 他虽有才 可手段阴狠 绝非明君之选 可惜 齐王并无争储之心 若是雍王还活着 应当是最适合那个位置的人吧 直到那时 我才恍然大悟 明白萧云的野心 于是我重生醒来的第一天 就秘密前进了雍王府 与雍王萧爵达成盟约 他进攻渐言 促成我与萧顺的婚事 我替他筹谋 斩断萧云苏家这根臂膀 经历过上一世 我自然知道 萧云没有母族根基 不过是靠着苏家 才在朝堂上渐渐站稳脚步 但苏承韵 本就是个本性贪婪的烂泥坑 他想靠着苏承韵一步登天 苏承韵也能将他拉入泥潭里 这一世 我早有戒备 让外族给我调了他的得力弟子 翠平过来 翠平心思缜密 功夫高强 萧云以为在集市上 神不知鬼不觉的卢走我 实际上 翠平早就瞧见了 甚至偷偷跟着 找到他的藏身之地 传信给了萧爵 萧爵会来捉拿萧云 我丝毫不意外 倒是萧云 一时无法接受似的 声音阴沉的质问 为什么偏偏是你 从小父皇就偏心你 宠爱你 凭什么什么好处 都让你站了 他甚至还凑在我耳边 咬牙问 为什么 就连你也要选择他 这还是我两世以来 第一次看见萧云如此失态 他的语气越来越激动 连手都在微微颤抖 甚至稍一用力 就会划破我的喉咙 可我却没有丝毫距 反而挑眉问他 你既然做了那个梦 就应该知道 究竟是为什么 萧顺文言 猛的一正 你说什么 你说 我的那个梦是 我缓缓勾纯 没错 你梦里所有的事 都是真正切切发生过的 上一世 雍云萧爵死的突然 雍云去世后 萧云唯一忌惮的 就是和我外祖一起 远在西戎边境 手握十万兵权的齐王 于是苏盈陷害我的童年秋天 枪国同时在蓝玉关发起战乱 外祖重病的消息传入京中的时候 我坐立难安 求萧云同意我前往西戎边境探亲 没想到他欣然同意 甚至还贴心的安排 让我和船指调军增援蓝玉关的船指官一同前去 那时 我死也没想到 那道圣指和那个船指官 是萧云替我准备的陷阱 直到外祖和枪国兵退 圣上的问罪书下来 我才恍然大悟 我被利用了 我祖父不会怀疑我 而齐王不会怀疑我祖父 萧云就是利用这一点 来除掉他登上太子之位的唯一障碍 吴赵私自调军 是诸九族的死罪 齐王虽然被剥夺兵权 免于一死 但身为外祖的主将 却丝毫没有逃脱的可能 而那时候 那个假传圣旨的船指官 早就自意在家中 只留下一封指认我的罪己书 我便无可辨 深渊无门 只能眼睁睁看着外祖一家 被推出五门斩首 而我 被萧云冠下一杯毒酒 了结了性命 不管是做梦也好 还是重生也好 萧云定然知道这些 几乎一瞬间 他就反应了过来 咬牙切齿问 果然是你 是你找上四弟 一同设计让苏承运去赈灾 趁机搞垮苏家 也是你们 设计拆穿我与枪国皇子通信 将我逼到这副田地 人在情绪激动的时候容易分心 我原本想趁他分神的间隙 寻机会脱身 便没有否认 没错 果然 下一刻他的声音骤然不稳 我早该想到的 我早该猜到是你们 萧绝应该是想劝他先冷静下来 但他一开口 却激怒了萧云似的 他猛的一用力 剑锋骤然贴近我的喉咙 压出一丝血痕 萧绝瞬间就不敢动了 而萧云 不知道是不是被我的话刺激到 说话竟开始语无伦次 明明该死的是你 是四弟 是五弟 是你们 明明我才是太子 我才是皇上 他每说一个字 手中的剑都在动 既然这样 咱们就一起死吧 或许死了就能重新开始了 他说着 手上用力 就要拿剑抹我的脖子 就在千钧一发之际 屋外一只剑矢破空而来 精准的扎在他的胳膊上 他吃痛 瞬间失了力 我趁机反手狠狠一推 直接将他推进萧绝的包围圈里 直到这时 我紧绷的神经才缓缓放松下来 朝剑使射来的方向望去 而这一看 就看见萧顺表情凶狠是血 心红了眼眶 晚宫直指萧允的心脏 萧顺的第二剑 射中萧允的胸口 差一点就要了他的命 好歹 他没死成 被强行救了回来 押入大理寺 等待皇上醒来定夺处理 大局已定 萧绝渐渐成了羽王府的常客 一切似乎已经风平浪静 除了萧顺 自从那天救下我之后 整整一个月 尽在没有理过我 不管我是问话 还是装可怜 亦或变着法逗他 他都不曾开口说过一句话 甚至面无表情 连眼神都不给我一个 我头一次遇到这种情况 一时尽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还是消绝看不下去 不知是劝还是气的一句 既然六弟不喜欢六弟妹 不如我做主 求母后允了你们何离吧 他的脸色才终于变了变 半夜悄悄前进我房里 他进了屋也不出声 跟鬼妹似的 躲在角落里 瞪着眼睛看我 我在熟睡中 感觉背后渗得慌 一睁眼 差点被吓了个半死 即便这样 他还是面无表情同我对视 一句话都不说 对于这种情况 我活了两辈子 头一次感觉有些无力 忍不住叹气问 你到底在生气什么 他终于开口了 你明明喜欢四哥 为什么还要嫁给我 我微愣 也不解 我什么时候心仪拥亡殿下了 你不喜欢他 为什么要帮他 为什么崔平传话 事先传给他 而不是传给我 你知不知道 要是我晚来一步 就再也见不到你了 明明是控诉的话 但由他说出口 竟有几分委屈巴巴的 不知怎的 我的脑海中竟突然跳出 那天他晚宫射箭时的表情 那时候 他大概是真的想杀了萧云 星红着眼的模样 宛如地狱而来的罗沙 也像极了传闻中是写残暴的样子 可是 只要一想到 他那副模样 只是因为像他所说的那般 害怕再也见不到我 我的胸口便忍不住一阵发软 开口时 就连语气也软了几分 我若是心仪他 为什么要嫁给你 这句话像是问倒了他 是的 他微微一愣 一句话又问回了原点 对啊 明明你连小时候说 要嫁给我的事情都忘了 为什么还会嫁给我 对啊 我明明 我嘴快 问到一半才发现不对 不由微微皱眉 我小时候什么时候说过 话还没说完 我的脑海中 忽然跳出一些画面 我微正 静隐隐想起 我大约是说过的 就在八岁那年 我娘去世之后的那一年除夕 那一年 我被妻子和苏盈赶出主院后 住进了柴房 至此之后有一段时间 他们似乎忘了我的存在 就连除夕夜里 年夜饭都没有人来叫我 或许是他们嫁恶融融的景象太刺眼 我不忍看 便穿了两个铜板 悄悄出了府 那一夜 惊中的夜市极其热闹 人很多 多到就连我的钱袋子被人摸走了 也没有察觉 直到我站在唐葫芦摊饭前 发现仅有的两个铜板丢了的时候 我才反应过来 红通通的唐葫芦真的很好看 我娘在世的时候 时常都会买几串 那时她总会哄我吃 可我却不喜欢唐一下山楂的酸味 其实 买不着我也没有多大的感觉 毕竟我也不是真的想吃 可就在我准备给摊主道歉的时候 身边却传来一个少年的声音 我看你站很久了 你喜欢吗 我一抬头 就看见身边的华服少年 少年的眼睛很好看 茉莉晕着一抹蓝 不太像大梁人的长相 我不由有些警惕 便愣愣的看着她 没说话 见我不答 她以为我没听见 又问了一句 你喜欢吗 我可以送你一串 我摇头 我娘喜欢 她又问 你娘呢 我娘死了 我说完这句话 少年明显愣住了 她似乎以为戳到了我的痛处 好一会儿才不自然地道 对不起 那时 大概是她的表情太过真挚 我竟不自觉的放下戒心 朝她摇头 没关系的 也许还是觉得抱歉 少年的语气甚是豪迈 那你说 你想要什么 只要我买得起的 我都可以送一个给你 年幼的我紧紧思考了片刻 便道 那你可以送一个夫婿给我吗 那时的我其实并不太知道 夫婿是什么 但还是在她微微诧异的目光里 认真解释 我娘说 这天下最难得的 就是一个好夫婿 我想要一个好夫婿 你能送我吗 她似乎有些犯难 挠了挠头道 这个应该不行 但看见了我失落的表情 她又立马改口 不过等你长大以后 你可以嫁给我 我应该可以做一个好夫婿 或许是她的语气太过诚恳 又或许是少年的笑容太过于罪人 我几乎想都没想 就阴了 好 那一晚上年将我送回苏府后门 分开时 她似乎说了一句什么 要我记住她的话 但那时七世等在后门 见着我便破口大骂 她的声音太大 以至于少年当时说的什么 我根本没有听清 生活还在继续 年幼时偶然的相遇 和连誓言都算不上的对话 我并没有放在心上 随着年龄的增长 就连那一夜遇到的少年 我都忘了 可是没想到 她竟然一直都记得 眼前表情委屈的肖顺 和记忆里的少年渐渐重叠 我没忍住 心中越发柔软 鼻头也一阵发酸 不想让她看出异常 也不等她反应 我往床榻里挪了挪 拍着空出的位置示意 先上来吧 她应该是有些心动的 但往前走了两步 又停下了 表情愁愁 我也不劝 静止躺下 过了许久 才感觉旁边的床榻微微塌陷 感受到身边的温度 和她刻意保持距离 略微僵硬的身体 我心中越来越软 终于还是没忍住 转身在她额头轻轻落下一吻 缩进她怀里 对不起 我的声音很轻 是为我忘了她 也为我没有顾及她的情绪 她半掌没有反应 就在我以为她没听见的时候 她突然反手紧紧搂住我 紧接着 是她略带几分霸道的嘟囔 这一次先算了 下不为例 反正你嫁给我 你只能是我的 我又往她怀里缩了缩 缓缓勾唇 点头音 好 全文完 欢迎大家点赞订阅 我们一起看小说 我们下转转的船转的船转的船车 和声音联的船车